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从他的历史功绩来看 我们必须给予其充分的肯定 因为他确实是一位模范皇帝 写到这 大家可能已经猜出来了 这位皇帝就是雍正皇帝 千古骂名滚滚来 这位皇帝在位期间改革毕正 但是由于政敌的宣传工作做得比自己好 因此他成为了清朝历史上最有争议的皇帝 这也成为了他勤政的理由 因为他不想让别人看自己的效法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雍正皇帝的自尊心是非常强烈的 他不允许被人非议 也不允许别人对自己的能力有所怀疑 当然他和那些士大夫们并没有多么深厚的感情 因为他在没有继位之前 就被那些可使第一世大夫们送了一个外号 冷面网 雍正皇帝确实不善于搞关系的 因此他的人缘并不好 但是他又是一个能力超强 只知道埋头盖事的人 这种人一般都功于心计 绝对不好惹 当然这也为后来雍正皇帝成功继位 埋下了伏笔 从雍正皇帝的改革措施上 我们可以看出雍正皇帝是第一个敢于打破旧地 从上而下自我改革的皇帝 因为当时的清王朝已经陷入了危机之中 随着康熙盛世的日渐衰落 一个帝国的内囊也被掏空了 连年的征战和巡游 使国库不堪重负 很多贪官无力贪腐乘封 将国库当成了自家的钱袋子 这种情况如果不改变 估计大清王朝再支撑个几年就完蛋了 但是在关键时刻 雍正皇帝却冒天下之大不为 提出了是身一体当差 一体难粮 这不仅增加了社会的公平性 更让百姓看到了一点希望 起码满足了老百姓的一点公平心理 也平息了很多底层农民的怒火 当然这几项政策开展的并不是很成功 各地的士绅和读书人纷纷抵制 甚至出现了群体性事件 但是雍正皇帝却丝毫不为所动 真正将这几项政策当成了自己一辈子的事业来干 当然最后雍正皇帝还是成功了 成果就是国库里多了五千万的存银 后世有人说 如果没有雍正皇帝 那么就不可能有后来的乾隆盛世 因为乾隆皇帝的能力 简直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 只会大手大脚的花钱 只能靠一个贪污腐败的和珅 去给自己捞钱 甚至后来还出现了折罪隐 有钱人通过花钱 可以买官还可以抵罪 这简直是作死 到了乾隆后期 无论如何我们在 也看不到一丁点的盛世气象 不仅各地农民起义日益增多 而且就是王朝内部也在逐渐腐朽 平庸的管理越来越多 后来甚至成为了帝国运转的拖累 而乾隆皇帝正是第一个 把大清帝国葬送的人 也可以说如果没有雍正皇帝的十三年勤政 那么乾隆皇帝就会把大清帝国彻底挥烬历史的火炉 pans上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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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